大家好 今天是2015年9月24日星期四 欢迎您收看牛交所美股报道 我是赵冰金 收到全球市场下跌的压力 美国股市是连续三个交易日下跌 周四的跌幅是进一步的扩大 道指是以150点下跌开盘 盘中也是继续的震荡走低 午后的跌幅是扩大到200点 而拖累道指走低的罪魁祸首 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矿产机械生产商Catpillar 交易代码是CAT 在Catpillar发布了业绩预警之后 股价是重挫了6% 创下了2009年以来的新低点 这是带给了市场一个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市场目前还是在继续消化着大众汽车的丑闻 同时生物科技板块今天是延续了本周低迷的趋势 今天下跌了3% 那么作为生物科技板块的ETF IBB 是两个月以内跌幅高达20% 这代表着生化板块已经是进入了熊市 那么目前的三大指数和他们52周的最高点相比 都是已经下跌超过了10% 投资人的避险情绪上升 今天金价上扬报每盎司1153美元 那么今早公布的首次申请事业金的人数 仍然是在30万的下方 这是和预期值的基本持平 代表着健康的就业市场 来自中文投资网的基金经理沃尔王先生表示 今天市场的下跌是部分受到下周 美国政府很可能因为缺钱而停运的影响 再加之亚洲市场上是除了中国以外都是在下跌 同时欧洲股市也是继续的暴跌 德国股市目前是接近8个月以来的新低 所以综合来看美股市场是继续下跌的风险依然很大 沃尔先生是奉劝投资者 不要掉以轻心抱着小心的心理 避免造成财产上的损失 截至周盘 道琼斯贵平均指数下跌76.90点 报16202.99点 跌幅是0.47% 标普外指数下跌6.37点 报1932.39点 跌幅是0.33%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8.27点 报4734.48点 跌幅是0.38% 今天纽交所成交了10亿股 纳斯达克交易所成交了18.4亿股 成交量偏大 今天纽交所成交最活跃的股票 前三名分别是美国银行 通用电器和巴西石油 纳斯达克交易所成交最活跃的股票 前三名分别是苹果公司 纳斯达克100指数和斯科公司 板块方面 今天走强的板块是 消费者必需品 能源和公共事业板块 走落的板块是金融 医药 原材料和工业板块 那么在各股方面呢 首先我们来关注Caterpillar公司 Caterpillar公司今天是发布声明 说要在2018年之前裁员1万人 此外呢 是将营收的目标下调了10亿美元 这将会是这一位机械生产巨头 史上第一次营收下滑 因此机构呢 也是毫不留情给出了卖出的评级 目标股价直至28美元 现在Caterpillar的交易价位呢 是在每股65美元的附近 那么Caterpillar的裁员呢 是进一步的印证了商品期货市场的不景气 并且很可能呢 会威胁到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再来关注另外一家被华尔街市场看空的推特公司 推特公司代码呢 是TWTR 今天的目标股价是被花旗银行从每股37美元降级到了每股30美元 分析师呢 是给出理由 认为网络社区以及博客市场呢 已经是处于饱和的状态了 但是花旗银行呢 还是维持了推特中性的评级 今天呢 也是受到市场卖压涌现的影响 推特公司股价下跌了1美元 跌幅是3% 目前呢 是报价每股25美元 好了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美股报道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